蓝忘机摇了摇头,向魏无县行了一个礼,便接着去打扫去了魏无县站在原地,嫩小的手指兜着小暖炉,这个小暖炉没有阿娘给的那个好看,但同样也很暖。 蓝忘机在规定时间打扫好了外围庭院,提着工具便要走,魏无县四周望了望,他第一次离开了他站立的那个地方,他点着脚把小暖炉塞到蓝忘机手里。 见蓝忘机不解,他摇摇头,稚嫩地声线道,温王有令,我,我不能带,但这个给你,这是阿娘给我做的糕点,很好吃的。 宫门外有巡视地快要过来,魏无县塞了东西,便又跑了回去,站在那处依旧等着两位皇子起来晨读,整个冬天都是这样过的。 像是两个人的小秘密,蓝忘机每天偷偷给他带来小暖炉,魏无县也每天偷偷给蓝忘机带来一点好吃的。 直到一日,蓝忘机带着小暖炉却没有见到以往的小公子。 那日蓝忘机扫得分外的慢,新近的领事太监瞧了他一眼,在等位上输家的小公子。 蓝忘机心中咯噔,他有些忐忑,那领事太监倒是用浮沉将蓝忘机上下扫了扫,不急不慢说道,那位小公子昨个就坠糊了。 蓝忘机袖中的暖炉冬得一下子掉在地上,那领事太监斜了一眼,又慢悠悠地捡了起来,小小的暖炉在那太监手里翻来覆去。 接着,他走到蓝忘机的旁边,对蓝忘机吃到,你以为叫了你几声哥哥,你就真能拿那位小公子当弟弟。 你不想想他什么身份,你什么身份? 蓝忘机的手指线在手心里,原来他自以为的独属于他自己和魏无羡的秘密,原来早就被另一个人尽收眼底。 但蓝忘机还是沉声祈求,只求疑问,他问,他有没有事? 那太监把暖炉丢给蓝忘机,他斜着眼道,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。 见蓝忘机面色灰败,那太监冷笑着多说了几句,他道,那位小公子自小体弱,昨个被二皇子的裂狗一下,扑通的一下就坠了冰壶,在二皇子的大笑声中,周遭的侍卫宫女都不敢去救,听闻是那小公子挣扎得快没了力气,二皇子才派人捞了上来,只是这后续,咱家就不知道了。 蓝忘机的心神还在愣着,紧接着便被这个太监狠狠地捏一眼,倒是你,心思不正。 在这深宫,可是要被乱棍打死。 蓝忘机吸着气,紧紧垂着头,那太监以为他是因这句话而心生害怕,他打着算盘又换了语调问他,你今年多大。 还在惦念着未无限安危的蓝忘机,哑声色然道,十七。 那太监笑了笑,十七。 好年纪,这暖炉仪式我替你瞒了,以后你就跟着咱家我。 东场还缺人,看你这身段,你练过舞没有。 蓝忘机低着头道,小时候在街头跟着杂耍的师傅学过几招。 那太监笑着打量着他,很好。 各方较量中,他用了十年才爬到东场掌印太监的位子上,全是在手。 但仅此,秦王法温还不够。 蓝忘机的眼睫轻轻颤了一下,裹在另一个被子里的魏无限,大着胆子对着蓝忘机说, 多主,你在想什么? 蓝忘机回了神,他看着与他同床共枕的魏无限,昔日的小公子。 他缓缓抬手把魏无限额尖垂下来的发丝别在耳后。 在魏无限依旧有些警惕的神色中,蓝忘机终究还是没有忍住。 他的手指又在魏无限脸颊轻轻碰了碰,他对着魏无限柔声道,夜深,该闭眼了。 魏无限心中咚咚响,他曾以为这东场督主是魏灵到中年,养尊处优,身材发福之人, 却没想到还能如此英俊非常,气度不凡。 许是魏无限看得太入迷,将蓝忘机的那句睡吧自动屏蔽,直到蓝忘机那句,夜深,该闭眼了。 魏无限才匆匆将眼睛合拢,只是闭上眼,魏无限也无法安眠。 今晚是他们的洞房花竹叶,而他现在也只是简简单单地塞在被子里面。 可不知怎么,越是如此平静,魏无限越是心如雷骨。 人面兽心这类人,他看得太多,保不齐这督主就是其中一个, 毕竟太监娶妻哪个不是满足自己不能人道的私欲。 魏无限的眼睫一直在颤,他摸不清这位督主到底是何寓意。 一旁的蓝忘机的轻声道,睡不着。 魏无限闻声静了一下,他眼角飞红,陡然一睁,便是眉目如画。 他本就长得俊俏,唇红齿白。 此时那双眸灿然一开,更是染尽了无边桃花。 蓝忘机吸了一口气,又低声哑着嗓音道,天色不早。 魏无限想道,现在还在大狱中的父亲,又陡然闭上眼。 他忍着心中的不适,咬牙道,督主,来时,我已经洗干净了。 这时,幻蓝忘机一愣,恰逢洗竹啪地发出一声清脆声响, 他红着眼眶道,我已被刺驾于督主。 督主,不必联系。 蓝忘机看着那跪在踏边的魏无限,煞时瞳孔紧缩。 他抱起他,又轻声又哄道,别怕。 骨瘦纤细的魏无限被蓝忘机揽在双膝, 他那双如小鹿般的眼睛将蓝忘机看了又看, 蓝忘机能感觉到魏无限在发抖。 蓝忘机心中自责,他还是惊到他的小公子了。 但魏无限的颤抖并不是因为害怕, 而且出府那时喝的那碗药,因超出药量而太过伤肾。 此刻的他,周身酸软无力,一阵一阵的难受,不停地翻滚上去。 魏无限的脸色发着白, 蓝忘机伸手触上魏无限的额头, 不烫手但也不正常地发着热。 蓝忘机簇着眉头,发烧了。 魏无限摇了摇头,他还是没忍住干呕。 他弯着腰,而蓝忘机一直紧紧地扶着人, 又一下一下轻拍着魏无限的背,再拿来温水竖嘴。 地板上弄脏一片,魏无限下意识抓紧了披在自己身上的衣袖。 蓝忘机伸手擦干净了魏无限的唇角,还对他道, 不要紧,我会打扫。 这个发展,魏无限是真的没有料到, 他的视线仔细在蓝忘机脸庞上描摹。 蓝忘机又重新把被子给他盖好,还给他拔了把脉。 垂眸中,蓝忘机的那双眼睛中的担心显而易见, 魏无限心中莫名的有些不知所措。 日积月累的药,其实已经开始渐渐损坏他的根基, 治药的人也三番五次劝他要停。 但是,他本来之前,他是想用这样难堪的手段, 来恶心要动他的那位都主死太监。 但是,但是,当这位都主真的不动他时, 魏无限想到那他在这都主府的处境将会就是一个摆设, 真到那时,他又该如何借都主的势力救他的父亲呢? 他发现,无论他愿或不愿, 他只能选择成为都主的人, 在这洞房花竹叶求着施舍, 求着怜爱, 一身痕迹才是证明。 或许魏无限真的是稍糊涂了, 在蓝忘机放下那被把脉的手腕时, 魏无限一下子抓住了蓝忘机的手, 他拱起身来求着, 都主,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, 我父亲就在那诏狱里, 你可以救我父亲吗?